如果成为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妈妈是否就会多喜欢我一点呢 是隔壁那个令人讨厌的孕妇在虐猫吗 可是她并没有养猫啊 慕眠起床走到隔壁 刚要敲门 发现门是虚掩着的 李女士 请你不要再发出噪音 麻烦让你的猫也安静一点 没有人回应 只有猫还在叫 夹杂着尖利爪子挠东西的细微声音 在寂静的凌晨 显得有些毛骨悚然 空气中隐约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味 是新鲜血液的腥臭味 有人在吗 地板上孕妇表情猙獰 身体呈现一种扭曲的姿势 嘴被黑色塑胶布牢牢地封住 双手也被绳子反绑在身后 凄惨的猫叫声正从她那圆鼓鼓的 微微颤动着的肚皮里传出来 她的肚皮一鼓一鼓的 上面那条蜈蚣一样的伤口缝线随之颤动 有什么东西正要破皮而出 呼啸的警车声 打破了紫薇里小区清晨的宁静 报案人不是说只有一名受害者吗 小张靠近那个沙发 刚要查看沙发上的尸体 卧槽 啊 杀湿了 张小强 你叫唤神吗 没看到那是个活人啊 你是谁 你好 我是报案人 我叫穆棉 这不是个高中生吗 怎么看起来像恐怖片里的杀人凶手 而且是精神不正常的那种 穆小姐 你心也太大了 你怎么能睡在命案现场 万一凶手又回来了呢 这样太不安全了 虽然他看着更像是凶手本人 今天早上4点21分 我被我邻居家的猫叫声吵醒了 4点35分 我过来敲我邻居 也就是受害者家的门 门没关 嗯 我看了眼屋内的情况 发现我的邻居躺在地上 小王 你说他是不是在说谎啊 林顾问说过 目击者或者嫌疑人 在回忆案件经过的时候 一般是以情绪为线索 会从最重要的部分开始回忆 而他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 而且时间那么精确 很有可能是事先编好的 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对 你看他都不敢跟我们对视 肯定是心虚了 还是带回局里 让方对他们问吧 我听到猫叫声 从他的肚子里传出来 那时候他的尸体 还有温度34.5摄氏度左右 人死后10个小时之内 一个小时降低1摄氏度 虽然现在是初春 但最近在倒春寒 屋子里也没开空调 所以需要用冬天的数据 系数大概是0.7 粗略估计 他的死亡时间 应该在3点半至4点之间 等会儿 你说什么 猫叫声是从哪里传来的 在场的人听得几倍发凉 他们看着死者血肉模糊的腹腔 不约而同的 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4点37分 我拨通了报警电话 4点39分 我戴上手套用剪刀 剪开了死者肚子上的风险 解救出了这只可怜的小猫咪 整个过程我都录了视频 我尽可能地保护好了现场 诺 你们需要的话 我可以发给你们 这些人真没礼貌 一直在打断我 幸好我抗干扰能力强 流畅而清晰地描述了事件的经过 不是 你说凶手往死者肚子里 塞了一只猫 难道凶手杀了死者之后 还不解气 再塞只猫 凌入死者的尸体 不是为了破坏尸体 把猫放进去的时候 它还活着 所以死者是被猫活活挠死的吗 它说的没错 死者怀孕八个月左右 凶手强行剖开死者的肚子 连同胎盘一起取走了肚子里的胎儿 并往死者子宫里 塞进了一只活着的动物 再把肚皮缝上 老秦看了眼木棉 和它怀里的小猫 又看了看镊子 从死者的腹腔里 死者体内才会有这么多抓痕 大部分伤口还有生活反应 这证明死者生前遭受了巨大的折磨 死因是失血性休克 没错 这个木棉有点眼熟 是不是在哪见过 天哪 凶手太残忍了吧 是的 但是它的杀人手法很有创意 创意 凶手是得多丧心病狂 才会把活猫塞进孕妇肚子里 死者的孩子呢 你剖开死者的肚子 没见到死者肚子里的孩子吗 凶手带走了 可能拿去吃了 收藏了 或者扔掉了吧 这些你们应该去问凶手的 这么变态的吗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信息告诉你们了 我要去上班了 今天是我第一天入职 不能迟到 可是你现在不能走 你需要跟我们回警局做笔录 市区市局吗 是的 好吧 反正也顺路 这栋房子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门锁没有暴力破坏的痕迹 屋内也没有发现可疑痕迹 在屋子里只找到了死者一个人的指纹 死者叫李燕 28岁 未婚 无固定工作 是一名独居女性 已怀孕八个月 回去一定要修改卧室的装修 就按照这间温讯室的风格感 没准就可以天天睡得这么踏实 木棉首先看到的是今天早上 那个话很多的年轻警察 他后面跟着一个高大的男人 很帅 他是特殊罪案组的组长方锐 这个男人身材真好 肌肉线条匀称 非常适合当人体标本 木棉紧盯着他 灼热的目光像把锋利的手术刀 脑海里已经开始被他进行了紧偷 身上所有的气脏和肌肉都剥离 那是一具完美的骨架 好可惜啊 这是个活着的人 而且他很大概率能活很久很久 为什么木棉那双空洞的眼睛 突然间变得这么炯炯有神 难道是因为他们老大的美色迷住他了 你好 请问你愿意在你死后 把你的遗体捐给我吗 我会替你好好保养的 空气有一瞬间凝滞了 木小姐 麻烦你搞搞清楚 这里是审讯室 严肃一点 我是很认真的在问 那我也很认真的回答你 我目前没有捐赠遗体的打算 好吧 你不是要做笔录吗 所以是我自作多情了 你的姓名 木棉 年龄 还差106天我就25岁了 不用说的那么详细 你跟死者的关系怎么样 不好 这个可以展开说说 我不理解他的人际关系 嗯 他的人际关系好像很复杂 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围 比如 他没有结婚 却怀了孩子 他男朋友是别人的丈夫 他的孩子可能不是他男朋友的 昨天晚上你有看见谁进入你邻居家 或者听到隔壁传来什么特殊的声音 我入睡前没有我10点就睡了我习惯早睡的 你入睡之后呢 木棉抬头看了他一眼又迅速移开目光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人在睡着之后是很难注意到外界的声音的 这是常识 刚才你睡得很沉 但是我们那么轻的推门声还是吵醒了你 这证明你对声音很敏感的 你讨厌噪音不是吗 你们小区的房子隔音并不是很好 不少住户都反映他们昨晚曾听到死者家里传来响动 那么昨天晚上 作为死者邻居并且对声音敏感的你 为什么没有听到那些声音 那个小区的房子隔音非常差 凶手在屋内解剖了死者 就算动作再轻 也不可能完全听不到声音 小张他们走访过死者楼上和楼下的住户 他们都提到 昨天晚上2点多的时候 541室曾经传来过物体摩擦地板的拖拽声 但因为死者经常在半夜发出噪音 再加上死者脾气暴躁 不好惹 他们也就没上门去投诉 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很显然你可能在撒谎 穆小姐 你昨天晚上在做什么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我不是凶手 我相信你 谢谢你的信任 我刚才是不是错过什么 为什么突然听不明白了 可是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凶手呢 穆棉迅速收起了笑容 他不打算再说话了 他可以证明 但那样会暴露他的秘密 方队 抱歉打断一下你们 陈姐 什么事 局长给今天新入职的同事开了个迎新会 新来的穆法医说 他被困在这里 让我来解救他 我不是很理解他的意思 我想他是迷路了 所以我想问问 你们有见他来过吗 我们这里哪有什么穆法医 奇怪 他说就在这里 让我九点左右来找他 我想他就是你要找的穆法医 你竟然还是个法医 那杀起人来岂不是专业对口了 我 我在这里 局长刚才不是说 他挖了个高材生吗 怎么是个小姑娘 他不会大学还没毕业吧 陈警官 新人入职要做体检吧 先带他去做一个吧 好 现在就带他去吧 那行吧 反正隔壁就是医院 他很认真的看了一眼方锐 然后若无其事地移开目光 老大 你为什么一直追着那个问题不放 可能他昨天比较累 就睡死过去了呢 我只是想印证我的猜想 老大 很少这么专注地看着谁 除了监狱里那些穷凶极恶的罪犯 所以 哦 老大 你不会是在怀疑他有双重人格吧 是不是这样 昨天木眠睡着之后 他的另一重人格出现了 杀了死者 而他现在的这个人格 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毫无记忆 难怪他今天这么困 估计就是昨晚他杀人太累了 而且他还是个法医 杀人解剖什么的 他应该很擅长 老大 我哪里说错了吗 很有想象力 要不然你辞职去做动画 别啊老大 我好不容易才考上的公务员啊 江州市局 今年通过人才引进招了不少新人 为了显示对这些人才的重视 市局特意给他们开了一个简单的迎新会 方锐 林顾问 你们觉得这位木法医怎么样 局长 他真的是法医吗 我怀疑他大学都没毕业 他不会是走后门进来的吧 送你的文件去 这文件又不着急 局长 这位木法医真的是你挖回来的人才吗 那可不 好几个警局都在抢呢 还好我先下手围墙 提前把人要了过来 你看看他的简历 这可是个博士 木棉 25岁 毕业于S大的临床医学专业 拥有神经科学和病理学 两个博士学位 自我介绍 本人自12岁解剖了第一具尸体 一只可爱的被车轮压扁的小松鼠后 立志成为一名法医 截至你收到简历的这天2月10日 35具白人尸体 5具亚裔尸体 是不是发现少了5具啊 这证明你认真看了我的简历 等你录用我了 我再告诉你为什么没写上去 由此可见啊 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 来增加我对祖国人民的身体内部构造的认识 这自我介绍还真够奇怪的 我们特殊罪案组的成员都选得差不多了 就差个法医 原本老秦是最好的人选 可惜他下个月就要退休了 这个木棉是这批新人里我最满意的 嗯 局长对这个小姑娘满意什么 跟个小机器人似的 而且还那种时不时会短路的机器人 难道是因为有学历滤镜 局长 我不接受他进入我们特殊罪案组 为什么 因为他盯上了老大的 他看着就不让人省心 这样的组员我带不来 可是他看起来挺听话的 看起来乖没用 他又不是用来看的 换一个 我也不赞同他加入 为什么 因为他看起来很年轻 你们觉得他工作能力不行 还是你们歧视女性 他很可能是一名自闭症患者 这不可能吧 自闭症患者不是生活不能自理吗 他看着还挺 他不喜欢与人对视 与别人交流存在障碍 行为刻板 他可能是位恢复较好的高功能自闭症患者 但即使这样 他应该也无法正常工作吧 所以我不建议他入职 林森 你确定他是自闭症患者 我还没见过话这么多的自闭症患者 我们选拔新人的时候 有进行过心理出筛的 你看看档案的第七页 有测试结果 心理健康纬度 心理状态评价 各项指标正常 无抑郁焦虑症状 心理健康水平较高 性格评价 性格外向 乐于助人 为人他是可靠 情绪稳定 擅长独立思考 能力评价 智力处于超高水平 这份心理测试的结果显示 这位木法医是一个性格外向 乐于助人 为人友善的天才 您觉得这描述的是他吗 我还是认为 我们不能对自闭症患者有偏见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证明自己的能力 不是吗 此时的木棉 很想弄清楚 这个凶手是如何想出 如此有创意的杀人手法的 完成心理测试 大家跟我到计算机室 完成测试吧 又要心理测试吗 这次测试时间 大概是半个小时 请大家耐心完成 电脑上的题目 这是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内影联想测试的辨试 用来测试的认知倾向的 这个心理测试 不会是专门为我设计的吧 可是为什么要测试我呢 我明明表现得很正常 他的测试结果合格吗 用通俗的话给我解释 不要说理论 测试者性格外向 心态积极向上 讨厌暴力 为人和善热情 情绪稳定 社交能力很强 嗯 跟之前的测试结果差不多 你不是说 这个测试结果没办法作假吗 我是说很难造假 但没有说不能造假 很明显 这位木法医 在极力掩饰自己的心理问题 而且他有能力掩饰的很成功 如果不去观察他本人的话 嗯 我不反对他加入了 你这么快就改变阵营了 就因为他通过了 你这个不靠谱的测试 像我这样的天才 需要一个天才同事的配合 除了市局 木棉站在马路边上 用手机打车 现在是高峰期 而木棉对司机的要求 又格外高 所以他在冷风中 站了一个多小时 仍然没有打到车 老大 反正我们要去命案现场 要不要顺路送下木法医 他好像迷路了 随便 木法医 要不要打我们的车回去 不要 为什么 木棉看了眼他的车 一辆黑色的有点黏头 并且缺少保养的 不知名牌的车 安全系数很低 轮胎磨损严重 保险杠还被撞歪了 嗯 坐在这样的车里 完全没有安全保障 但是社交指南上 写不能直接的接人家的短处 于是他很委婉地问道 嗯 你有通过驾驶证考试吗 当然有 没有驾照 我开什么车啊 老大 他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在质疑我的驾驶能力吗 我来开吧 木棉见换乘方瑞开车 很利索地坐到了 副驾驶座上 系上了安全带 木法医 今天的心理测试 你觉得怎么样 那可是老大他们专门 小张 你话太多了 我的秘密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 传言说方瑞是有名的神探 观察很敏锐 他不会一眼就识破了我的伪装吧 这个人除了有完美的骨架 还有一颗聪明的大脑 这样的大脑 值得做成窃片观察研究 怎么才能使用合法的手段 得到他的遗体呢 这是我们市局的传统 新入职的都要做心理测试 不针对谁 请问我通过你们的心理测试了吗 你觉得呢 应该是通过了 你还挺自信的 木棉感觉方瑞的笑容在暗示他 他已经知道了 他是名字必愿患者 否则没必要专门让他做那样的心理测试 他从口袋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银行卡 递给方瑞 这是我全部的钱了 都给你 为什么要给我 你应该知道的 你不会是打算用钱买我的遗体吧 原来用钱就可以买到吗 可是我现在很穷 只有这么一点钱 不可以 你想都不要想 以后你不准在我面前提遗体那两字 好吧 大叔 您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啊 这不就是八号楼三单元的李女士吗 这哪能不认识啊 最近他有跟什么人结仇吗 这个李女士是我们小区里有名的汉妇 她脾气特别暴躁 跟她有冲突的多了去了 这么说吧 快递员他们宁愿赔钱 被解雇 也不送他家的快递和外卖 还有啊 她还是个小三 她男朋友的老婆还在我们小区门口贴过告示 啊 今天早上你们抬走的不会就是她吧 不要随便乱说 警察同志 这个案子你们不用查了 凶手一定是八号楼三单元 五四二室的那个小姑娘 叫穆 穆什么来招 穆眠 您怎么会认为凶手是她 小区里的人都知道 这个小姑娘心里不正常 为什么这么说 她是三个月前搬进来的 她很奇怪 一开始不说话 但见谁都笑 可是笑得特别僵硬 好像有人逼着她笑一样 我们还以为她是小哑巴呢 也挺照顾她的 结果对上李女士 那话说的比谁都利索 看来她想努力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正常人 则是这样反而让她看起来更奇怪 想到这 方锐为之前五段的拒绝穆眠 加入特殊罪案组而感到内疚 后来我们物业的老刘 去给她家修水管 看到她家里挂了一墙的骨 各种形状的都有 她还扬言 她要把李女士做成标本 挂在她家墙上当壁画 嗯 这的确像是牧眠能干出来的事 毕竟她见第一面 就是问我能不能捐一体 她刚生起的那点内疚 瞬间荡然无存了 大叔 你认识这只猫吗 这哪能认出来啊 这只猫这么瘦 是流浪猫吧 我们这小区附近流浪猫多的是 都长得一样 不过这只有点太瘦了 按理说 我们小区有好几个爱猫人士 天天给他们喂猫粮 不至于这么瘦啊 那些流浪猫主要聚集在哪里 就我们小区旁边的小公园啊 那附近的草丛里 蹲着不少流浪猫 流浪狗 怎么都赶不走 又不能杀掉 只能让他们待在那里了 那些爱猫人士 一般什么时候去喂猫 一般是大早上 或者傍晚的时候 主要是他们 也就这个时间有空 你们还别说 那流浪猫流浪狗们 吃的猫粮 比某些家养的宠物还好 难怪他们赖着不走 好 你要是想起来什么线索 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啊 我想起来了 这个李女士 以前打死过一只猫 跟这只好像有点像 小张和方锐对视了一眼 这个李女士 竟然有虐猫前科 他们问了好几个人 都说没见过这只猫 也没遇到那些 喂流浪猫的人 于是只能改天 再过来走访 绵绵 你听说了吗 我们中有一个人 将会被调去特殊罪案组 没有听说 这很重要吗 你今天早上 你跟方队以前认识吗 我看你们很熟的样子 他顺路在我 我以前不认识他 我跟他也不是很熟 他好像不喜欢我 因为他都没有对我笑过 这样啊 小木 紫薇里那个案子 你是报案人 等会你跟我一起去参加 案情分析会议吧 好的 请法医 我可以申请一起去吗 我也想学习学习 那小雪也一起来吧 绵绵 那个用猫虐待孕妇的案子 你是报案人吗 昨天迎新大会 你迟到 不会就是因为案子耽搁了吧 是的 那名死者是我的邻居 我最早发现了他的尸体 这么巧啊 本来留在市局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木棉是个变数 木棉的简历很优秀 听到内部消息 市局只要一名法医 剩下的两名 在市局培训过后 就会送到各地分局去 木棉独不太懂陈雪的表情 可能是难过 又可能是羡慕 陈雪 你不用羡慕 我能遇到这么特别的尸体 这是得靠运气的 我在这方面的运气 一直特别好 哪个正常人会认为 遇到这样惊悚的尸体 是一种幸运啊 突然觉得自己留下来 不是那么困难了 这个木棉 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李燕 本地人 今年28岁 自由职业 半年前在商场做导购 他未婚 但是已经怀孕8个月 据调查 孩子的父亲 是他的前同事 某家奢侈品店的店长朱明辉 案发时 他正在一个酒局 有不在场证明 死者体内检测到了 少量麻醉剂成分 手肘 手腕均有几处挫伤 应该是激烈挣扎造成的 腹部均被划了四刀 两刀伤口很浅 是失歇伤 凶手切开死者的腹部 划破子宫 将整个胎盘取走 然后他把一只活着的小猫 塞进死者的子宫 并缝合肚皮 死者的腹腔被打开 里面的内脏布满爪痕 死者身上的切口很不平整 从切口大小推断 凶器应该是一把瑞士军刀 伤口缝合的歪歪扭扭 而且有两道失歇伤 这间接证明 凶手可能不擅长解剖 应该不是医学专业人士作案 我们还在死者的腹腔里 发现了一些塑料薄膜 在上面也检测到了麻醉剂的成分 以上就是尸检发现的情况 这个凶手肯定特别恨死者 凶手会不会是朱明辉他老婆 我们已经第一时间 排除了他的嫌疑 案发那晚 他的儿子住院了 他一整晚都待在医院里 没有作案时间 你们有看过如某船吗 里面不有个猫型吗 把人塞进装满活猫的袋子里 活活将人挠死 凶手不会就是从这个电视剧里来的灵感吧 你还不如说是从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找的灵感呢 对哦 凶手带走了死者的胎儿 不会真的是在上演狸猫换太子吧 可是电视剧里换孩子是为了抢皇位 凶手是为了什么 八个月大的胎儿 如果通过手术 是不是也可以提前生出来 凶手的目的 不会真的是为了换走死者的孩子吧 那个凶手设计了一个手术 他想让死者生出一只猫 呃 一只活着的猫 原本轰闹的会议室 瞬间陷入死记 木法医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呃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只要制作一个人造胎盘 加入足够多的氧气 把被麻醉了的猫咪放在里面 替换掉死者的胎盘 然后给孕妇注射足够的催产素 同时让死者保持足够的体力 他就可以把猫咪生出来 就像这样 事实上他就是这么尝试的 但他的设计过于粗糙 他失败了 呃 所以他很可能会再次尝试 直到他成功为止 可是独理检测结果并没有发现 死者用过催产素 所以他失败了 大家忍不住看向牧眠 这到底是凶手的想法 还是牧眠的想法 陈队 牧眠是这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 为什么能参加我们的案件分析会 案发小区的很多住户都反映 牧眠行为诡异 而且跟死者有过争吵 他又是法医 擅长解剖 他现在也是嫌疑人之一 他是报案人 而且现在也没任何证据 证明他是凶手 可现在没有证据 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按照程序 他不能参与这个案子吧 我可以证明 牧眠不是凶手 方队 目前所有的证据都证明 最大的嫌疑人是牧眠 你怎么能证明凶手不是他 这份是牧眠的血液检测报告 取样时间是昨天上午9点35分 报告显示 在他的血液里 检测到了大量的安眠药成分 这就能证明他不是凶手 根据他体内的安眠药代谢情况 可以推断 命案发生的那个时间段 他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他是没有作案能力的 哦 难怪他那天看起来那么困 原来是药效没过 我能证明 昨天我们到达命案现场的时候 他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当初行为和说话方式 僵硬原来是因为自闭症 整个人没有精神 是因为他前一晚服用了安眠药 不会是凶手给他下药的吧 那凶手肯定跟牧眠认识 而且比较熟 不对 这个剂量远远超过了正常剂量 而且他是法医 不可能没有察觉到这个状况 小牧 你年纪轻轻的 怎么会 这个剂量对于正常人来说 接近致死量了 而牧眠却没事 很有可能是他长期服用这种药物 所以产生了极强的耐药性 牧眠低头 看着桌子上的木纹 全呈神油 社交指南上说 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时 可以适当说谎 可是说谎这项技能 我还没学会 还是保持沉默吧 你应该是因为新入职 紧张地睡不着 所以服用安眠药助眠 正常人都会遇到这种事情 不是吗 是的 大部分人在进入一个新环境的时候 都会紧张地睡不着觉的 质疑牧眠的人 不说话了 木眠的嫌疑暂时洗白了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排查死者的社会关系 二 搜索小区附近的垃圾桶 尽快找到凶手带走的婴儿尸体 三 要去案发时间段小区里所有的监控 看看能不能排查出可疑人员 现在立刻执行 会议结束后 木眠追上要离开的方锐 他正跟林森走在一起 两人似乎在讨论什么 这个林森是犯罪心理专家 甚至会读新术 非常厉害 方锐经手的那些案子 很多都是在林森的协助下侦破的 木眠看了一眼林森 用眼神暗示他应该离开 林顾问 你会读新术吗 你是在问我啊 好吧 你不会 不然他就应该能听到我的新声 乖乖走开 谁规定心理专家就一定要会读新术的 想单独跟方锐说话 但是刚才嘲讽我 我偏偏就不走了 方队 你刚才的证据 并不能完全证明我的清白 无所谓 他们相信就行 你忽略了一个因素啊 那要行 就算我吃了大量的安眠药 我依旧可能有行动能力 因为我对那种药物 已经产生了很强的耐药性 如果我真的要杀掉 我那个令人讨厌的邻居 我应该还是可以成功 但是我不会选择这种方式 因为缺乏想象力的 我想不到这种充满创意的杀人方式 所以呢 你要跟我证明 你缺乏想象力 呃 我只是想提醒你 你刚才的推理 存在很大的漏洞 你是凶手吗 我好心帮你解围 你竟然嫌弃我的推理 不够严谨 当然不是 那你应该对我说谢谢 好的 谢谢你 唉 你怎么还不走 没想到你对这位木法医 倒是挺有耐心的 看来你是打算让他加入特殊罪案组了 再看看吧 我觉得木棉的分析有点道理 那个凶手 不会真的想让那个孕妇 生出一只活猫吧 之前 我调查到死者有虐猫前科 他杀死了一只猫 凶手是想要让死者的孩子 来给那只猫偿命吗 这么说来 凶手可能迷信因果循环那一套 可是 他的做法对猫也是一种虐待 凶手 如果是想要成土虐猫的人 他怎么会采用这样虐猫的方式 按理说 这种入室杀人应该很容易侦破 没想到这个凶手隐藏的这么深 嗯 我怀疑凶手是连环杀手 这类罪犯一般是按照自己的犯罪幻想 来筛选目标 带有一定的随机性 所以我们很难通过常规的侦查手段抓到他 现在只出现了一名受害者 我也没办法做出犯罪侧写 方锐和小张一大早就到了广场边 木法医 你站在这里做什么 陈练吗 我在等车 这里不让停车 你在这里怎么可能等到车 你要站在马路边去等 现在等到了 哪里有车 我怎么没看到 你去车里等我们吧 我跟小张还有任务 原来木眠是想凑我们的车啊 可是他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早上会来这里 不对 老大又怎么知道他是在等我们 等等 我是不是被孤立了 我跟你们一起去调查 我对这里很熟 我刚搬来的时候 每天都会巡视一遍小区四周的环境 虽然现在我已经降低到每周一次的频率 但是应该不影响的 木眠以前是干特工的吗 还是他得罪了什么人 好端端的 怎么还要天天巡视住所周围的环境 你知道谁对流浪猫比较了解吗 他 根据我的统计 他在这边喂流浪猫的频率最高 您好 我是市局的张强 有些事情想要您配合我们调查 请问您见过这只猫吗 他先是看向木眠 表情有些诧异 然后才接过照片 认识啊 这只猫我以前喂过 你看他的耳朵 这里缺了一小块 我以前经常给他喂火腿肠 但是最近都没怎么见到他了 你大概有多久没见到他 有四五天了 在这边喂猫的人多吗 挺多的 这附近有个大学城 好多学生来这边喂猫 我们小区也有很多人会偶尔来喂猫 你们都互相认识吗 经常来喂猫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我们有一个群 里面有很多跟我一样爱猫的小伙伴 你可以把这个群推荐给我们吗 可以啊 这个群主要是讨论一些养猫心得 没什么特别的 跟你一起喂猫的这些人 有谁最近的行为反常吗 好像没有吧 我们只有在喂猫的时候会偶尔交流一会 其实彼此之间并不是很了解 啊 我想起来了 我们小区有个人每天早上都会来这边喂猫 而且他喂的猫粮还是特别贵的那种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 好像是叫猪 陈辉 你过来一下 白静 有什么事吗 以前跟我们一起喂猫的 喜欢喂进口猫粮的 那个人叫什么 就是那个姓猪的 总喜欢穿着蓝色衬衫的那个 朱亚明 你们认识李燕吗 听到这个名字 白静和陈辉都露出厌恶的表情 白静气愤道 他就是个疯女人 经常发神经 带着谁谁倒霉 就在那里 他差点踢死了一只流浪猫 只是因为那只猫在他身边蹭了蹭 这种坏女人 肯定会遭报应的 那只小猫怎么样了 被一个好心人送去宠物医院治好了 后面那个人还收养了他 啊 那个人好像就是朱亚明 知道这件事的人多吗 还挺多的 那天是周末 好多人都看到他虐猫了 还有人拍视频传到了网上 好的 谢谢你们的配合 问完问题 方瑞打算离开 却看到牧眠 定定的看着那个叫陈辉的快递员 穆小姐 今天也没有你姐姐寄来的国际快递 要是有了 我肯定立刻联系你 他以前会按时给我寄我腰的那本医学杂志的 他不会忘记的 那你打个电话问问你姐姐呀 牧眠低着头 不说话了 穆小姐跟他姐姐闹矛盾了 所以他拒绝主动联系他姐姐 这个叫陈辉的快递员 似乎挺了解牧眠的 你跟那个陈辉很熟 不熟 他是个好人 因为他是我来到这里之后 第一个回应我微笑的人 你跟他是朋友 不是 我没有朋友 我很麻烦的 没有人愿意成为我的朋友 老大 这个朱亚明在外贸公司上班 经济条件原本不错 但是因为近些年炒股亏掉了很多钱 他老婆跟他离婚了 房子也卖掉了 所以不得不跟父母居住 他为人小度鸡肠 在小区的风平不是很好 但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没有犯罪前科 他邻居反应 他最近好像发了笔小财 阔绰了不少 对了 他还是个宠物博主 之前就是他将李燕虐猫的视频 传到网上 为此还火了一把 走 我们去找他谈谈 警官 你们上门 是因为我们小明 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吗 叔叔阿姨 你们不要紧张 我们就是上门来了解一些情况 你们如实告知我们就行 我 我们肯定好好配合 你们先做吧 老太婆 你怎么不去泡茶 快 去亚明的房间 把他之前从国外带回来的红茶 拿出来招待两位警官 叔叔 不用这么客气 茶也不用泡了 我们就是想找朱亚明 问些情况 这个时间点 他应该快下班了吧 你个没用的老太婆 连泡个茶都不会 你在这招待警官 我去找茶叶 没用的老东西 方瑞和小张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都发现 这两位老人的行为有点古怪 我只听说过 国外的咖啡好喝 不知道这国外的茶叶 会不会也比国内的好 朱母正在装果盘 闻眼脸色一变 手中的盘子也掉在了地上 方瑞和小张意识到情况不对 立刻冲进那个房间 结果看到朱妇正在往一台笔记本上浇水 亚明快跑 屋里有警察 方瑞和小张立刻追了出去 没一会就在楼梯口 抓住了一个中年男人 放开我 我又没办事 你们凭什么抓我 没办事 你跑什么 走 跟我回局里聊聊吧 老大 你快看 他的手背上有猫爪痕 凶手很可能就是他 警官 你这是诽谤 这伤疤是我女朋友 跟我打架的时候抓伤的 才不是猫爪伤的 没事 等会我让法医艳艳 看看这伤口到底是什么来历 法医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法医说你手背上的爪痕是猫抓伤的 而且是近期抓伤的 你有什么想要解释的吗 警官 我错了 是我说谎了 这个伤痕是猫抓伤的 我之前喂野猫的时候 被猫抓到的 你们刚才那么凶 我以为是牵扯到了什么大案 所以一慌神就说谎了 哦 原来是紧张才说谎的 那你不会因为紧张 还隐瞒了其他事情吧 没 我真的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 没做违法的事情 看来只有等我们技术科的同事 恢复你电脑硬盘的数据 你才肯说实话了 我 算了 我也不浪费时间审你了 等我们证据收集齐了 直接让你跟法官交代吧 我说 我全都说 虐猫不算违法吧 我自己养的猫 这是我的私有财产 怎么虐待都不违法吧 你只是虐猫 我 我还用视频记录下来了 我还把视频传到外网去了 靠这个获得一笔不小的收益 技术科很快恢复了 朱亚明的电脑数据 方锐看了其中一小段 视频里有个不露脸的男人 用高跟鞋的鞋跟疯狂戳打小猫的头 不一换 那只猫就被打得血肉模糊 这已经不是虐猫了 简直是丧心病狂 这次没能抓到真正的凶手 但揪出了一个虐猫狂徒 也不算白忙活一场 我的天 那个女的竟然偷偷在厕所生出了一只猫 足足有那么大一只 那人比划了一下 太可怕了 搞笑嘞 哪有人能生出猫 你编故事也不能瞎编啊 陈大爷亲眼看到的 那个女的因为生那只猫难产死了 都有照片 别胡说八道 造谣是要被抓的 是凶手杀了那个孕妇 又在他尸体上扔了一只死猫 可以嚷嚷吗 木眠冲着人群道 但是没人搭理他 木眠 你愣在这里做什么 又出现受害者了吗 呃 你自己过去看吧 看到死者肚子 却像个泄了气的气球 干瘪下去 死者的脸色发白 双手被反绑在身后 他的左手手背却插着点滴管 连接着一个已经空了的滴瓶 凶手似乎想要通过输液 来维持死者的生命体征 木法医 你快来看看 死者又是一名孕妇 而且他 他 他好像真的生出来一只猫 凶手这次改进了作案手法 但是他还是失败了 失败 意味着他很有可能会再次尝试 小木 这具尸体给你验吧 小雪 你当他助手 协助他 好 木眠先检查了尸体的体表特征 死者身上有不少擦伤 木眠依次拍照记录 并且用尺子测量了伤口的长度 小木 我们解剖尸体的目的是为了查出死因 那些不重要的伤口就不用记录的那么详细了 可是每个伤口都有可能跟死因有关 如果不一检查 就有可能忽略重要的细节 他说的好有道理 我居然没法反驳 木眠检查了死者体内的气脏 并进行了取样 剩下的就是等毒物检测报告出来了 请法医 二号小猫也可以给我解剖吗 二号小猫 哦 你是说今天在命案现场发现的那只猫啊 没必要浪费时间解剖吧 我们不是已经知道那只猫的死因是窒息吗 应该是通过产道的时候 不顺利头部被挤压导致窒息 我保证很快完成 那你继续 我先回去写报告了 绵绵 我能帮你什么 临走前 他看到木眠正在兴致勃勃地解剖那只小猫 眼睛里充满亮光 一扫平时颓废的状态 唉 真是个奇怪的人 等木眠完成解剖工作已经一点多了 结果不出意外的 石堂阿姨已经把饭收走了 哎 怎么办 我很饿 我需要吃饭 但是的社交指南并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木法医 你吃完饭怎么还不走 我就搞不明白了 为什么木眠随时随地都发呆 小张啊 还好你微信提前跟我说了帮你留菜 不然今天的红烧肉你就吃不到了 可不是吗 还好我机灵 不然我今天中午就只能吃外卖了 那个小姑娘好像也没吃饭 你跟方队应该吃不完这么多 要不然云点给她 木法医 原来你没吃饭啊 来来来 我们一起吃 正好我们来交流一下案情 木法医 你没什么忌口吧 嗯 我不挑食的 我只是不吃这种黏乎乎的肥肉 不吃切成块的胡萝卜 不吃煮熟了的黄瓜 那就没你能吃的菜了 真是个麻烦精 拿着一碗白饭 往饭里浇了红烧肉的汤汁 吃吧 所以木眠是只喜欢吃米饭 木法医 尸检有什么发现吗 这个凶手应该是没有临床经验的医生 很可能曾经是 而且他很喜欢猫 你怎么知道他是医生的 你怎么证明他喜欢猫 嗯 跟我猜想差不多 虽然凶手的解剖技术很差劲 但是他能把猫塞进死者的子宫里 证明他至少是接触过医学的 嘿 你想知道答案吗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就现在分享给你 我不可能把遗体捐给你 这些可以证明吗 哦 死者名叫陆瑶瑶 曾经是某平台舞蹈区的主播 几个月前因为被曝除当小三 疯狂辱骂人肉网友 再加上怀孕不能直播跳舞 事业受到重创 已经很久不怎么直播了 人气也一落千丈 两名死者有非常明显的共性 都是第三者 都是怀孕八个月左右的孕妇 而且怀的是私生子 这应该是凶手挑选受害人的标准 从目前的调查来看 两名死者的社交圈没有交集 他们之前互相不认识 第二名死者陆瑶瑶的尸体 虽然出现在紫威里小区 但他日常居住在市中心的利景小区 离命案现场有20多公里 第二起案件的作案手法 跟之前那起几乎一致 死因还是失血性休克 不过 凶手应该是吸取了第一次的经验 他使用了止血药 减少了死者的出血量 同时我们在他体内 检测到了催产素浓度过高 他生前应该被注射过大量的缩公素 那个吊瓶里的液体的化验结果出来了 是普通的葡萄糖溶液 应该是用来维持死者体力的 其他人听后纷纷看向木棉 不会真的如木棉所说的那样 凶手打算让死者生出一只火猫吧 凶手应该是没有临床经验的医生 很可能曾经是 不太可能 死者身上的刀口歪歪扭扭 还有数道是切伤 缝合手法也非常粗糙 这不像是有医学背景的人做的 这两道刀口的弯曲形状几乎一样 两名死者的腹部都有三道是切伤 这能说明什么 是切伤 是因为凶手紧张 或者无法准确找到下刀位置才产生的 两次如此一致 再加上刀口歪扭的角度也一致 这说明凶手不是不会解剖 而是故意伪装成不会 木棉剑已经说服了众人 又调出了数张小猫的尸体 分别是猫的身体 猫的爪子 以及一张切开的猫的胃 我分析了二号小猫胃里的食物 分别是颗粒状的猫粮 以及某种碎肉 我推测应该是猫罐头 二号小猫的爪子被精心修剪过 而且修剪得很整齐 二号小猫作为一只流浪猫 但是它身上没有任何寄生虫 并且我在它的毛发里 检测到了驱虫药的成分 所以应该是近期刚进行过驱虫 综上所述 这只猫在生前享受过很好的待遇 这对我们破案有什么帮助吗 这可以证明凶手很了解猫 它喜欢猫 甚至可能有养猫的经历 就算如木棉之前所说的 凶手是为了让死者 生出一只活的猫 那么这样做的意义又是什么的 猫本来就是活着的 为什么还要被生出来一次 嗯 两名死者的社交圈没有交集 但他们都是孕妇 出行轨迹很有可能重叠的地方 重点排查下 他们是否去过相同的妇产科医院 母婴店等场所 小王 小李 你们查下那个猫粮和猫罐头 是什么牌子的 看下是否有突破口 凶手可能是医生 排查下各大医院 是否有医生最近行为异常 网络上 关于这个案子的讨论也非常激烈 其中网红心理咨询师白教授的言论 突然传遍网络 他给凶手取了一个外号猫胎人 并且用精神分析的理论 对凶手的心理动机进行了详细解读 凶手有恋母情节 凶手用这种残忍的杀人方式 是为了引起他的母亲对他的关注 并且以此来报复虐待自己的母亲 根据受害者的性格推测出 凶手拥有一个脾气暴躁 控制欲极强的母亲 所以凶手可能体型瘦弱 性格胆贱内向 有过虐待动物的黑历史 凶手为迷恋母亲子宫的被得者 沉迷子宫的被得者 我觉得这位教授分析的 还挺有道理的 分析的再有道理也没用 又不能帮我们抓住凶手 见识整这些噱头 划重取宠 这倒是 听说这个白教授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不仅有学术造假的前科 据说他还跟不少女学生不清不楚的 他还因为出轨跟他老婆闹离婚 人品差的嘞 老陈 这几天你带两个人贴身监护一下 这位白教授 防止他出现什么意外 哎 这些人就会给我们添麻烦 林顾问 你现在可以对凶手做出测血吗 木法医 你觉得凶手为什么要设计手术 让那些孕妇生出一只猫 嗯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 很容易啊 整个会议室里的人 都把目光投向木眠 等抓到凶手 狠狠地审问他 让他告诉我们答案 木法医 你帮我把两起命案的案发现 常话出来吧 好吧 木眠从小被逼着做各种心理测试 其中一个就是图画测试 所以他的画功极好 而且画画的速度很快 啊 我们之前的视角可能错了 我们一直把视角聚焦在死者和猫身上 但如果我们把视角转换到孩子身上 你认为凶手的真正的目标 是死者肚子里的孩子 嗯 从孩子的视角上看 这两位受害者都是不合格的母亲 他们没有稳定的婚姻 易奴 人际关系糟糕 这些都意味着他们的孩子 不会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嗯 所以凶手很可能拥有不幸福的童年 他是以他的妈妈作为母板 来挑选目标的 是的 凶手很可能是把自己幻想成一个拯救者 他希望那些不幸福的孩子 能作为一只猫被生出来 某种原因导致他觉得 作为一只猫会比作为人更幸福 这怎么可能 凶手的杀戮欲望 来源于他们不正常的需求系统 和长期畸形且会不断发展的幻想 这种幻想 正常人是难以理解并且对其共情的 这个凶手属于连环杀手中 比较特殊的一种 我们一般称他为Angel of Mercy 仁慈天使 这类杀手杀害死者的目的 通常是为了拯救死者 或者让死者得到解脱 这类连环杀手大概率是医护人员 林森给出凶手的心理测血 嗯 凶手 男年龄在25至35岁左右 曾经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 很可能是在妇产科工作 但是近期因为某种原因停止或者离职 他单亲家庭长大 他母亲是名第三者 脾气暴躁 可能经常虐待他 所以他有一个非常不幸的童年 然后 他家里很可能养着猫 他的母亲很可能在近一年内去世了 所以导致他精神崩溃 方瑞很快就调查到 两名死者都同一家医院做过产检 方瑞和小张立刻去安齐妇产科医院调查 陆瑶瑶最初是在省医院做产检的 五个月前 他为什么突然转到你们医院 可能是觉得我们私立医院的服务好吧 请你们如实回答 陆瑶瑶他来我们医院是想要做流产手术 我们医院这方面的技术比较好 本来手术时间都预约好了 他后来又反悔了 可能是觉得我们医院的服务比较好 他后面就一直在我们医院做产检了 李燕是不是也想过做流产手术 是啊 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他老是预约流产手术 然后又取消 都预约取消好几次了 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做流产手术 这我们哪知道啊 你们是医生 你们都不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堕胎吗 请你们如实回答 这个 可能是因为他们怀的是女孩 他们两个都想要生儿子 但怀的是女儿 他们就想把孩子打掉 后来不知道怎么了 他们又都反悔了 胎儿的性别不是我们医院透露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数个小时调查后 老大 你说他们突然又不打掉孩子 是什么原因 凶手的母亲 会不会也是个重男轻女的人 那凶手不会是个女人吧 我怀疑是凶手 让他们改变主意的 那这个凶手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医院里的医护人员 名单里的人 我们还要再筛查一遍 请问今天有我的国际快件吗 穆小姐 没有呢 最近都没有您的快件 你确定没有吗 没有啊 我还能骗你不成 如果有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联系您的 好吧 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争执声 白镜 是不是你在网上散布的那些谣言 你是不是想搞臭我 我名声不好 你这个当女儿的就能好过了吗 脑子清醒一点好吗 那不就是把凶手称作猫胎人的网红教授 原来他跟白镜认识啊 白镜 我在跟你说话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跟你妈妈离婚 是我跟她的事 你缠和什么 我警告你 你最好给我安分点 我说过 不是我做的 我现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 你就是这样跟爸爸说话的吗 你没家教吗 对 我都没有家了 哪来的家教 陈辉扔掉手里的快递 跑过去用力推开白教授 挡在了白镜和白教授中间 陈辉 这不关你的事情 你不要管 这是你的男朋友 白镜 你看看你堕落成什么样子 在这种破地方工作 就算了 还找这样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当男朋友 以后出去 不要说是我的女儿 我都嫌丢人 陈辉 你别冲动 犯不着跟这种人计较 我们不理他就行 白镜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删掉你在网上散布的那些谣言 不然你别想得到我一分财产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亲 陈辉拍着白镜的背 无声地安慰他 怎么会这样 难道父母不是会无条件地挨自己的孩子的 就像养父母对姐姐那样 他又想起了姐姐的话 牧眠 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的妈妈可能并不想被你找到 哎 牧眠掏出纸巾 递给白镜 白镜和陈辉都有些意外 牧眠 谢谢你 方队 安琪妇产科医院我们都调查过了 只有几个医生的情况不太确定 沈元元 张灵阳去了北方的医院工作 近半年没有回本市 陈健 李强和叶文文三人据说是出国深造了 但是我们还没联系上他们 不确定他们近期有没有回国 嗯 陈健 这是真名吗 老大 你也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吧 我当时也怀疑这是个假名 所以我赶紧去查了他的身份信息 他竟然真的叫这个名字 嗯 他的父母还真是缺心眼 给孩子取了这么个名字 方瑞看着陈健的照片 莫名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 陈健档案里 父母信息部分只填了母亲的信息 父亲那一栏空荡荡的 查下他现在在哪 老大 你怀疑他 陈健的父母一定是非常讨厌他 才会给他取这样一个带有侮辱性的名字 这不跟林顾问的策写对上了吗 方瑞本来打算今晚继续加班 但是他看到牧眠站在马路边发呆 于是决定先送牧眠回家 你为什么不在这附近租个房子 这是个好办法 这样我就不用早起 不用坐不安全的出租车了 可是我没钱租房子 你上次想要买我一体的时候 不是挺有钱的吗 半个月不到你就花完了吗 我没花 那钱怎么没了 被骗子骗走了 你被骗了 这智商能被骗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我想找到我失散多年的妈妈 我就在网上发帖找人 有一个人找到我 他说他是我妈妈 但是他现在出了车祸 需要一大笔钱治疗 我就把我所有钱都转给他了 他收到钱之后就没有再联系我 陈雪告诉我我被人骗了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嗯 为什么要报警 他虽然不是我妈妈 但是他出了车祸 他很需要这笔钱 有没有可能 他根本没有出车祸呢 那个人甚至可能都不是女的 骗子的话能信吗 原来谎言还可以嵌套着谎言 你被骗了多少钱 我联系电诈科那边 看看能不能帮你追回来 531.9元 啊 你只被骗了500 是的 我现在很穷的 这也太穷了吧 算了 还不够立案金额 你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现在的骗子太多了 小心你被人卖了 还替别人数钱 我已经总结经验了 没见过 不是我吹 但凡我见过的人 我都能记住 这个小伙子我没见过 应该是没来过我们小区 好 谢谢你 你要是想起了什么 记得联系我 木棉跟着瞥了眼照片 他莫名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 但是仔细回想 又想不起来 你认识这个人 我不确定 我的记忆力很好的 如果见过 不可能想不起来 可能这个人的某种特征被我记住了 所以才觉得眼熟 小棉 我查询到你的银行账户余额不足 所以给你打了一笔钱 这个月新出的NetNet和AnyGM 我已经寄给你了 注意查收 看着邮件 木棉之前纠结的一个问题 终于有了肯定的答案 方队 你觉得这个人像不像陈辉 嗯 陈辉 你说那个快递员 方队 你还记得 你是怎么帮我洗清嫌疑的吗 记得 其实那时候 我服用的不是安眠药 是一种减轻自闭症焦虑状态的药物 里面有镇定剂成分 所以也带有很好的助眠效果 嗯 猜到了 只有在强烈不安的状态下 我才需要服用这种药物 比如进入新环境 或者某种习惯被打断 嗯 那时候 我姐姐突然停止给我寄 我要看的医学杂志 我以为我姐姐要抛弃我了 整个人陷入了焦虑状态 所以才需要大量的药物助眠 你的意思是 凶手知道你在用这种药物 我刚才打电话给我姐姐 她说她每周都有给我寄杂志 我这边也显示签收了 很显然 有人故意创造条件 让我不得不服用那种药物 因为你对噪音敏感 如果凶手在你隔壁作案 那么他必然被你发现 这么看来 陈辉的嫌疑的确很大 他们左侧嘴角都有一颗黑质 大小 位置都是一样的 方芮拿出手机 联系小张他们过来 我就不跟你去抓凶手了 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方芮很快带人找到了陈辉家 屋子里漆黑一片 静悄悄的 空气中是浓浓的熏香味 还夹杂着一股似有若无的腥臭味 方队 那小子不会已经跑路了吧 方队 你们快过来看 天哪 这些都是什么 别总一惊一乍的 能有什么恐怖 卧槽 书房左侧有一个巨大的铁架子 上面摆放着一排排 大小不一的透明玻璃罐 每一个玻璃罐里 都装着一个婴儿 有还未成型的肉团 有已经开始分化的婴儿 有长出手脚的胎儿 他们被泡在福尔玛林液体里 我的天 他到底杀了多少个孩子 太残忍了吧 林森看着架子上的婴儿标本 每个瓶子上都贴着标签 标注着日期和编号 最早的日期是三年前的 这些婴儿应该不全是他杀害的吧 他是妇产科医生 这些应该是他工作的时候 收集的婴儿的尸体 老大 我们发现陈辉了 他现在在小区里的八号楼 他挟持了一名人质 正在逃往天台 牧眠低头看了眼 横在自己脖子上的手术刀 想起了陈雪的话 绵绵 你们狮子座这个月水腻 你要注意点 你最近会有点倒霉 的确 很倒霉 正确的逃跑路线 应该是往楼下走 不是天台啊 在那里 你就没有退路了 而且我有点恐高 走快点 你是要自杀吗 可以换种死法吗 这样死很不美观 而且我的恐高症很严重 对你来说 这是一条死路 对我来说 可能是新生 我现在不想死 为什么不想死 像你这样的怪人 活在这个世界 不辛苦吗 你那么小心翼翼的 想要伪装成正常人 那么努力的讨好别人 但是他们还是 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他们嘲笑你 甚至排挤你 你不觉得绝望吗 我现在已经是个正常人 我姐姐说的 他是名很优秀的心理治疗师 他很爱我 所以我不能死 不然他会很难过 他在骗你 你真傻 你的姐姐肯定是 把你当成累赘 你死了他 反而会过得更幸福 木眠的目光 瞬间暗淡了下去 他的嘴唇动了动 最后还是咽下 要说出的话 没有人爱你的 我帮你解脱吧 那可以换种死法吗 我的大脑很有研究价值 摔下去就坏掉了 所以不要让我摔死 也不要捅死我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内脏器官 捐赠出去了 要是捅坏了 就没办法捐给别人用了 勒死也不行 我讨厌窒息的感觉 闭嘴 再说话我就先捅你几刀 再把你扔下去 方瑞冲到天台 就看到陈辉的刀架在木眠的脖子上 但木眠整个人在发呆 表情相当淡定 退后 你们退后 不准过来 再过来 我就把他推下去 好 我们后退 你不要伤害人质 继续后退 陈辉 你刚才说的是你自己吗 什么 没有人爱你 你是个异类 你融入不了这个世界 你感到绝望 闭嘴 你才是没人爱的废物 你这样的人不应该活着的 我帮你解脱吧 陈辉 你妈妈是爱你的 不 妈妈 她不爱我 她不可能爱我 如果没有我 她就会更幸福 她恨我 是我毁了她的人生 她是不是曾经拉着你的手 带你去游乐园玩 陈辉 下意识想否认 可脑海里无法控制地浮现出了 妈妈带着她去做旋转木马的画面 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 但是 在她脑海里幻想过无数次的温馨场景 她是不是曾在下雨天撑着伞接你 她是不是总爱给你讲睡前故事 陈辉脑海里闪过无数画面 那些痛苦的现实 跟她幻想的美好画面交织在一起 妈妈 妈妈 退后 你们都退后 你是催眠师吗 你别白费力气了 催眠对我是没有用的 怎么会失手了 因为我已经无数次自我催眠过 但还是无法在记忆里找到妈妈爱我的痕迹 没有人爱我 我也找不到妈妈爱我的痕迹 我的妈妈也不爱我 她抛弃了我 我姐姐说 这不是我们的错 有些妈妈就是会不爱自己的孩子 不是 我们的错吗 这些年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这句话 她身边的所有人 她的外公外婆 她的舅舅 包括她的妈妈 都一遍遍地谴责她 控诉她 似乎她的存在就已经是最大的错误 当然不是 我们那时候那么小 能做错什么呢 是我做错了 我不乖 我妈妈才不喜欢我的 这时 不远处的学校 响起了晚自习的下课铃声 木眠 我比你幸运 我知道怎么样会让妈妈爱我 陈辉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 她松开木眠 从楼上一跃而下 木眠差点跟着摔下去 幸好方锐及时拉住她的手 将她扯到怀里 陈辉却直至地掉了下去 如果成为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妈妈是否就会多喜欢我一点呢 她的妈妈很讨厌她 每次见到她都全打脚踢 要不然就利用她来 向她那个生理上的爸爸要钱 妈妈说过很多次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 她会变得很幸福 然妈妈对家里养的宠物猫却很好 她会给她梳理毛发 会给她为最好的猫粮 还会搂着她睡觉 轻易地跟她说话 从小就在心里许愿 如果变成一只猫 该有多好 长大后 阴差阳错之下 我成为了一名妇产科医生 还被分配去给孕妇做人流 每天都要送走很多孩子 他们小小的一团 有的甚至没来得及长出眼睛 看看这个世界 就被剥夺了生命 那些孩子是不幸的 因为我们都是不被期待的孩子 他们失去了生命 但他们又是幸运的 因为他们不用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 面对充满恶意的世界 不会像我一样 重复我悲惨的人生 这个世界没有人爱我 包括我的妈妈 下辈子当一只小猫咪吧 被养在微信的家里也好 去流浪也好 就算长得丑丑的 缺了耳朵 断了腿 还是会有路人为她活腿长 会有人夸她可爱 没有人会不喜欢小猫咪的 血液从她的嘴和鼻腔流出 染红了她的笑容 这不是小陈吗 好端端的怎么跳楼了 赶紧叫救护车啊 小陈就是那个用猫杀人的罪犯吗 不可能啊 这么善良的小伙子 怎么可能是罪犯 就是啊 是不是警察搞错了 小陈可是个热心肠的好孩子 知人知面 不知信啊 没想到 憨厚春朴的小陈 竟然是这种人 哎呀 以后 大家还是不要让快递员上门了 谁知道 他们想干什么 就是就是 现在经济不经济 人就容易变态 大家小心地方这颠啊 白净挤在人群中 看到地上的陈辉尸体时 大忙扑了上去 陈辉 你怎么了 你不是告诉我 要坚强地活着吗 你怎么可以自己先离开 求求你们 快点叫救护车 陈辉就这么死了 太便宜她了 方芮也顾不得去看摔下去的陈辉 她抱着木棉 她整个人脸色煞白 似乎被吓傻了 木法医 你没事吧 你妈妈不爱你 你也不能哭成这样吧 眼泪收一收 刚才 吓死我了 好高啊 我差点就摔下去了 所以你是害怕地哭了 是的 我恐高 我也不知道 我妈妈爱不爱我 我刚才是说谎骗她的 不错啊 你都掌握说谎技能了 那是善意的谎言 木棉四肢贪软 整个人晕乎乎的 她想起还有重要的事情 对着方芮比划道 六六 她不会吓傻了吧 人在受刺激之后 会胡言乱语吗 陈辉没有直接跳楼 而是先跟我们周旋了一会 然后再决绝地自杀 是在等什么时机吗 天呐 这个案子可算是结束了 收工 收工 我可得好好休息几天 等一下 可能还没有结束 不会吧 难道陈辉不是凶手 我们抓错人了 可能还有一名受害者 不是吧 最近也没有孕妇失踪啊 就是啊 凶手都死了 哪来的受害者 她不是想让那些孩子 重生为一只猫 她是渴望自己成为一只猫 被重新生出来 她跳楼不是为了自杀 而是为了重生 方队 我们接到报案 有一个叫张雪凌的孕妇失踪了 已经失联两天了 你还记得 之前辱骂凶手的 那个白教授吗 这个孕妇 好像就是她的情人 果然 她还是选择了新生 刘 threw卖窗路的孕妇失踪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